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在巴厘岛 昨天刚刚在这里开了第一次 我在这个岛上的第一次的巴斯课 那在昨天的课程的时候呢 就有人问我就是 Ryan,自从学了Access之后呢 我发胖了 然后其实这个也不是第一次有人这么问我 然后我在好多次的课程里面 都时不时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那我决定就会开一次的课程 去讲解这个东西 就是学了Access之后的发胖 但是,ok,不要... 我要说什么呢? 不要有这个结论说 你学了Access之后就会发胖 这个绝对不是我的意思,ok? 只是这么多年来 我见过不少这样的例子 然后我也被问了好多次这个东西 那当然我在这里没有那么... 没有这个时间可以 就是简单的三年两月 去跟你讲巴斯到底是为什么 那我可以给你举例一下 比如说,很多人呢 学了Access之后呢 比如说你运行巴斯 然后你只会觉得就是 哇,ok,现在我感觉到更轻盈 我有更大的空间 但是,如果你同时还是抓着 过去你很熟悉的那些沉重感的话呢 但现在你能量上变成更轻盈了 那很多人会做的是什么? 嗯,ok,不能说很多人 怕眼泡,怕眼泡很多人 某一些人会做的是什么呢? 他们可能在身体上创造出这些沉重 所以就是你能量上变成更轻盈 然后你在身体上创造出这个更沉重 然后让你有一种可以就是 有这个你过去熟悉的沉重的感觉 ok,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那另外一个可能性是 比如说有些人就是你一切都扩展了 ok,一切都扩展 但是可以不可以一切都扩展的时候呢 不需要扩展你的身体 ok,就是你可以是更大的你 是一个更无限的你扩展一切 但是你还是可以有一个小很小很小的身体 ok,所以这里只是给你们两个例子 然后如果你有兴趣这个课程的话呢 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我只是觉得现在我想要先录这个影片 因为我感觉到这个能量 就先录这个影片 ok,所以在课程里面呢 来问你的问题吧 所以为什么说在课程里来问你的问题呢? 因为可能两个不同的人发胖 都是发胖,可能都是学了Access,只有发胖 但是背后的能量是不相同的 所以会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能量去解答 去可能跟你做一些清理 ok,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那我们在这个课程上见 ok,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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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